現在超人了 十一點十一的 開門請您欣賞評書無數到東京表演者 高雲 八月中秋活路 路上行人淒涼 小橋流水桂花巷 日夜千絲萬響 心中不得英靜 青春懶罢文章 十年寒苦在書房 方險才高 是 感謝大家 剛才楊主任說了 十一點十一了 不知不覺當中就已經十一點十二了 十方才是 顏和祥 大家熟悉的這個名字叫顏和祥 今天是西河大谷的 郭老師徒弟們的信師 晚會 西河的一名叫顏景余 當初給起那時候我在場 在哪呢 在咱們的重慶市 外地商演 後台給這個顏和祥起的這個一名 當時一看重慶 簡稱不叫余嗎 顏景余嗎 顏景余嗎 顏和祥當時起出來 說是不太好 為什麼呢 咱們國家有一個雅劇表演大師 叫王景余 雖然說這老先生很有名氣 但是我說平書的 跟一個雅劇演員起一個名字 這個位置也不太合適 後來那就是調整了一下 叫的現在這個余字 但不管怎麼講吧 顏和祥也好 顏景余也棒 書說的還是非常不錯的 大家心裡也非常喜歡 按照節目單來講呢 那顏景余下去之後呢 就是這個郭老師 郭老師剛才上來的時候介紹了 說我們這幾人呢 排字都排曾字 郭德剛先生呢 叫郭曾福 郭曾福啊 你想想 曾福啊 咱叫他叫 不管他名字 但是您熟悉的還是郭德剛 就讀高曾喜呢 謝謝 您演出這段 古蜀道東京 可能有這個超過二十歲的朋友啊 您很有印象 在您年輕的時候啊 我曾經說過這個平書 那是遠在二零一一年 和二零一二年 在北京有一個天橋橋就鋪 是吧 現在在那賣麵條 原來那是我們書館 在那呢 說了四十回的這個 無數鬧東京 好的朋友好奇 您這個無數鬧東京 還接不往下說不說了 得看到有機會 這不是昨天晚上十二點四十嗎 機會來了 郭老師一時通知我 今天讓我呢 敢演這麼一個小段 您放心啊 咱說到說到 聽領導的話 他說小段 咱就是小段 不像遠在那兒 想點蓄一叨叨 說了三千幾樣 但人家水平高說的好 論收聽書來講啊 實話跟您說 我這是個外行 剛才您在這聽了 我們在後台 沒看別的 我們也聽 說的比較好的 你看遠和翔說的不錯 前面李祖春說的也很好 為什麼呢 第一他喜歡 第二呢 得下功夫 你剛才有個四句詩 八句詞啊 前面這聽場詩 都是主席詩詞 他得下功夫 得背 誰能有這個感勁 騎摩子車去一趟現場 人家都做到了 我聽說他這個精神 我特別感動 接合到我自身呢 我也想去一趟現場 但是我一查呢 我上回書上 說到那個 五爺錦保署 白玉堂死在童王鎮 我一想到童王鎮 我就別親自去一趟 到那兒回來 我也九死一生了 我倒是了解明白了 回來誰跟你說呀 是吧 這個 閒言不必多虛 是吧 郭老師在後台已經 已經等不及了啊 給您簡單說上一點 有聽過賢生書的 您大個機還有個印象 賢生書 學生高等行 給您說在哪兒呢 五爺錦保署 白玉堂死在了童王鎮 為什麼死在那兒呢 為了找回爺家的 扭頭獅子烈火印 他當時死在那兒 簡單說吧 把這個古瓷瓶 想辦法給倒回來 再把這東西弄回來啊 昨天他死在外面了 他也得把這東西弄回來了 四爺講平 三下溺水寒潭 就在把扭頭獅子烈火印給撈出來 撈回來之後 按說呀 不管怎麼講 叫皆大歡喜 那把扭頭獅子烈火印 送到了鄉王府 送了之後 嚴查散還擋著呢 嚴查散等著印一回來 一看五爺錦保署 白玉堂的五次亭 心裏是痛不欲生 為什麼 五爺錦保署是為了我死的 這個大印是我的 我把印丟了 人家為了把這印找回來 獻上了自己年輕而有寶貴的生命 心裏難過跟刀哥一樣 旁邊人就勸他那怎麼辦呢 正值結勸呢 胡聽外邊有人跑 襄陽王府來人 幹嘛 要用這個扭頭獅子烈火印 為什麼 這就是誠心的 這印當初就是襄陽王府派人給偷走的 三天兩頭來 來幹嘛呢 這是點故事需要用印 嚴查散拿不出印來 這就是個大罪功 你當官子把印丟了那還了得嗎 三天兩頭怎麼來 趕上心的 印回來了 哎 襄陽王府又派人來了 這回就有了底氣了 嚴查散短屏中入座 後邊站著書童雨墨 旁邊坐著胡彼的師爺公孫錯 這比拉六都站上了 大爺爐方二爺談仗 三爺徐慶四爺講評 雙峰之翼的盯兆會 還有黑雕不治化 一拉六全五品關 都站好了 來人王爹能一跪 你叫什麼名字 姓王 叫什麼 王山勇 聽這名字就有點製作王 有什麼事情 襄陽王府有公事 啊 需要扭頭獅子的烈火印 啊 你給蓋上了 為什麼這太太太 他準確的印沒回來 當初硬的溺水寒潭裡頭 絕對回不來了 吸皮笑臉他 您給蓋上了 沒想到今兒跟往日不同 顏叉三 叫紅鼻子師爺公孫湯 請扭頭獅子烈火印 來人嚇一跳 把包皮打開 印盒抱出來 把盒打開 印取出來 扣著這公文之上 王山勇接過來一瞧啊 他懂他幹什麼 他知真假呀 一看這不就是主族獅子烈火印嗎 二話沒說 回到了襄陽王府 按下這頭暫且不替 代表襄陽王府 襄陽王府 回來了 王山勇哪裏 交給襄陽王 襄陽王 襄陽王一瞧 這使我的懂啊 一看就是真的 當時是誰把這個印 扔在溺水寒潭裡頭呢 他手底下 最得力的一位 姓雷 此人叫雷英 當時把雷英叫過來 雷英 你看看這 這就怎麼回事 當初你把這個烈火印 扔在溺水寒潭裡頭 溺水寒潭朋友們 鵝毛沉底啊 鵝毛沉底 怎麼講呢 一個鵝毛 扔在那兒 打著旋就下去了 什麼科學員 你才沒研究過 這麼大一個印 少說的有幾金吧 這個東西 一般的水性 弄不上來 你既然扔在裡頭 這印怎麼出來了 雷英說 我確實都裡頭了 當時誰誰誰看的 好些人作證呢 不對 打個棋 你是把這個印賣給他們了吧 這個時候就看出來 這陰損毒辣 關鍵時刻 誰也救不了誰了 既然這麼懷疑我 那我也得問您一句話 王爺 這個印可不是咱們這兒的 這是從人家襄陽府裡邊偷出來的 誰偷了 神手大勝鄧車偷的這個印 他偷出來之後 咱身份也沒檢查 您直接交給我 我就扔跟您是在寒檀裡頭 偷來這個印 是真的嗎 也許偷來就是假的 真印始終在人家襄陽府裡頭的 我把假印扔進去 人把真印請出來 給咱蓋的這個印 那是神手大勝鄧車遭的假的嗎 你這是賊咬一口 我不顧三分啊 鄧車在旁邊靜著心說 我當你惹你惹我 我費多的勁倒出來的勁 能是假的嗎 要是假的 前幾天用面的時候 他們都不給蓋上了 人家說 我這就是真的 你這假的 我扔了 旁邊有人看見 絕對扔了 犯喬清這時候沒有入 怎麼辦呢 神手大勝鄧車 報案公首 口誠王爺 您不是說我投雷是真的是假的嗎 咱不論這個問題 我再度問一趟襄陽府 幹嗎 二次倒印 不 我這回不光倒印了 我把煙茶散的腦袋給你取來 這盒能證明真假了吧 傻王說 好 你真要有這個本事 那算行 對 我把煙茶散殺了 這印自然就沒用 這印盒不能自本起來給蓋上 是不是 我把煙茶散的腦袋給蓋 行 行 為什麼他有這把握 神手大勝鄧車有的手絕活 三十六路鐵彈 什麼意思就是彈弓呢 但是他這個 又準 又穩 又狠 往他自本去也不行 派一個人跟著他 誰呀 此人不是別人 朱中暗苗派去的是 安南俠 小祖歌 沈仲元 這個沈仲元哪 有聽過錢人書的 有油門您就知道了 說現在的話 叫臥底 他是安插在這個襄陽王府的 其實是那頭的人 暗南一經這名字 暗南俠 他說那邊的外號都一樣 人家是那頭的 害他 跟著一塊去 到這簡斷結說 購奔了襄陽府 這在穿著黑曼夜的時候 縱深行上房 那邊都沒提高警惕 為什麼呢 老虎的鼓灰當鬼 包括鹽茶坦在內 所有的這些人 都沉浸在萬分的悲痛之中 樓上有人 沒察覺 鐵彈拿出來 瞄準了之後 從他剛要發 旁邊 旁邊帶著人幹嘛去的 走的時候就組好了 你看我哪有部隊的地方 你給我看著點 為什麼呢 他光對打這個 別的方面才差 就按著暗南俠小路 沈中原呢 給他提著點 哪有別人來了 哪有案件來了 好 告訴他一聲 這個他剛要發 正好擺上 有倆日打日過 你不能上個月 這只能打一次 一次打不中的 發現就完了 只能一招必定 把嚴長坦致死 剛要發 有倆日過 人多呀 剛要發 有倆日過 那總有沒人過的時候吧 這個時候沒人過 剛要發著他 暗南俠小路過 沈中原說話 誒 你瞄子不准啊 說他瞄子不准 是給那邊送信的 底身一聽 什麼人 房子上有人 二爺韩章在屋裡頭呢 韩章專門會打暗器 縱深行上房 就追著倆人 前面這神手大勝等车 一邊跑一邊西里馬街 說沒你我就打上他了 那也不能賴人家 我讓人給提點情 是不是 提情你別那麼提情啊 上房之後 一看韩章追上來了 風箭 闖 這陸文學詞大家都聽不懂 是吧 並肩子積留風箭闖 陸林的黑話 就是風聲太緊 趕緊馬千俏 跟沒翻你一樣 後面二爺韩章 唸起來了 前面有一片小小的蜜松林 各位您記住了 說書離不開蜜松林 辯息法離不開大瓦子 還辯息法 把這瓦子給他拿走 他什麼也辯不著 說書的 您不讓我進樹林子 那什麼我也說不了 進了蜜松林之後 今兒又飛 蜜松林 神手大勝等车藏在裡頭 不知道在哪兒 韩章回答案情 你得看見這人哪 找不到這人 找了半天 這時候今天 暗中有人說話 你別藏那樹後頭啊 藏樹後頭 那不就發去 你找個憨點的樹啊 暗暗下小宗哥沈中原 這條地屯 這又說他告訴他了 韩章王那樹後頭一看 閃出一個人影 行會兒 又挖蝦了 你告訴他這個幹嘛呀 你說了 說了 跑來的 韩章這錶套出來 人又找不著了 他是找不著 你那個暗南俠看著呢 誒 我說啊 這墳頭厚子也不行啊 人都看見你了 韩章王爺 偷著錶來瞄出 那人影兒更不要放 一看從那墳頭後 走出了一個人 這人呢 一看這模樣 不是神聖大神盾車 此人 身高做高 滿臉去黑腦上留綠頭 就經來人說 哎呦 這都是十一點二十肉了 差不多 你嚇得該我了 韩章二夜 閃二目 定心觀橋 或是別人 請人正是德行班主 波德鋼 好嗎 好嗎